8月到10月失业率为止6.4% 失业人数减少大约2,000人 零售、餐饮等行业失业情况有轻微的改善 但运输业的失业率急升到6.2% 国泰航空上个月裁员5,000多人 亦有多家旅行社要求员工停身留职或放无薪假 但整体失业率未有上升 8至10月失业率维持在6.4% 有257,800人失业,减少2,000人 就业不足率维持在3.8% 运输业失业率急升0.6%去到6.2% 是近17年以来高位 建造业未升0.1%去到11% 疫情有缓和迹象 多个行业失业率亦都由高位回落 消费及旅游行业的失业率 今年以来首次回落去到11.2% 零售业、住宿服务业 分别下跌0.7和0.9个百分点 亲饮业亦都有气息 政府说经济情况近月有些改善 但是雇主招聘的意欲仍然审慎 劳工市场短期内仍然面对压力 有学者相信失业率已经见顶 至于政府不再推出补就业计划 会不会令到失业率上升呢 学者说雇主若果依赖保就业计划 相信已经熬不住 已经解雇员工 因为计划影响不大 虎仙电视机就是一流进玉步道 好 好 好